大家好,我是CNPP社区导航试点计划导航员总比,我们是在坐在纽约,叫环球商务,CNPP是社区导航试点计划在SBA和USLAG的工作下进行一个公益项目, 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跟小商家的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,比方说我们有市场交推广,帮您去进行一些培训,咨询以及一些商业规划,如果您有信想要开启,想要创业,比方说,或者想要进行商业的拓展,那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聊一下,帮您进行一个商务咨询,那如果当然,比方说你有loan,贷款或者补助金的需求,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的,我们可以提供,比方说上周我们有一个AMX,他就有提供5000块钱的一个补助金, 项目,我们有很积极的在帮客户去申请,我们已经帮十几个客户都有去申请,这个补助金,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,比方说我们有线下研讨会,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来互相交流一下自己的工作经验啊,或者成功的经验,那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,比方说我们会分享啊,那像现在的信用卡啊,非常的,这种fraud,非常的猖獗,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, 那如何去avoid的被上当受骗,像这样的情况呢,我们都是希望通过各种研讨会,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,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身心安全,那我们当然线上如果您错过的话,也不着急,别担心,我们这边呢会有youtube的channel,那所有的录制的视频呢,都会在上面展示,你有什么兴趣的话,可以回到我们youtubechannel,等你有时间可以随时去看一下,看看有没有什么, 比如说你有没有现金管理的需求,或者有social media管理的需求,我们都有放在上面,选取您需要的资源和信息随时点取,那当然如果您想要更多定期化的一些咨询的话,欢迎联系我们,我们的延期方式呢,可以在屏幕上您可以看得到,那我叫Sophie,非常开心可以为CAPP社区导航式联系化领悟,然后呢,让共同的小商家从我们的CAPP计划中受益,那今天很高兴呢,我们邀请到了一番Janny来给我们分享一下,他在一二天, 工作上面,得到那些经验和知识,那他和他的组织机构呢,在一二天,在近两年,帮助四千个客户,四千个小商家,进行一二天的申请,那希望我们可以,小商家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,获得一些经验,那一番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线上研讨会,非常荣幸你的邀请,嗯,谢谢。 一二天是什么,那一二天主要就是美国政府,为了可以鼓励这个企业的雇主,然后保留员工,这是一项税收免的方案。 一二天呢,对全美的这个商家都是可以申请的,只要这个商家在二零二零和二零二一期间,给员工出去这个Double Two报税,就可以。 对企业的要求呢,就是说,他要么是在疫情期间,有这个被政府宪令,导致关店,或者说暂停的这个业务, 再或者就是说,他如果二零二零年,比二零一年业额下降,比二零一年业额下降,这个超过百分之五十,那他是可以申请的。 为什么说最高能申请到这个二零六呢,这个二零六到底是怎么来的,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扣析一下,就是说在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分别可以拿到多少, 二零二零年呢,那你就是按照这个员工的合格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来计算, 然后他最高上限呢是五千美金,那像二零二一年呢,他就是按照员工的这个合格工资的百分之七十来计算, 然后最高的上限是每个季度,呃,七千美金,所以下来呢,加在一起,他最高是能拿到的是一个员工两万六, 如果他是一个这个新的商家,就是他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五号之后才开的店,那这种情况下,他还可以额外的去申请一个,呃,就是startup的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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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人数上的话,他有一个限制就是你最少要有三个人, 然后,呃,呃,最高的呢就是五百个人,然后有的店呢,可能比如说一个owner他有,呃,不同的公司,不同的分公司,那你加起来比如说有个,呃,六七百个人, 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是这个人数是超过的,这个的话我们得就是确实是case by case去看,呃,就每一个公司税号底下是有多少个员工,呃,呃,这个问题们也是很接近这个,呃,呃,我们正常遇到这个现实,有很多这个店,比如说他的呃,呃,店家可能都是一个家庭,那我们ERC的规则主要有一点就是说, 你如果是,呃,这个,你如果是这个,呃,你如果是这个owner的直戏亲属的话,那你这些直戏亲属是不能放在这个计算范围里边的,呃,一个就是如果是owner的就是父母亲,或者是他的儿子女儿,然后还有他的兄弟姐妹,这三个类,这三类都是在做这个直戏亲属,呃,那像ERC们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新的一个,这个,呃,抵税的一个计划, 他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,然后在这两年期间呢,我们也接触到了就是四五千个客户,然后,呃,也接触到了四五千个中小企业的这个,呃,企业主,然后那我们这边呢,主要就是帮助这个企业主去做,呃,他最详细的这个,呃,计算,就是他到底是可以拿到多少的这个资金, 然后另外再加上我们会去用非常专业的这个,呃,指使去帮他去,呃,做所有的这个,呃,他的这个,呃,ERC的申请的这个,呃,为他做这个所有ERC申请的材料,然后帮助这个,这个,这个小企业的商家去,呃,最终拿到这个钱,这个,这个GV补助。另外呢,我们今天呢,就是主要去用这个IRS上面的条例来去跟大家解释一下,就是有的人为什么可以申请,有的人不能申请,然后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的这个,就是这个现在PowerPoint的这个这个图上面,就是2022年, 2022年,他的,呃,就是上面明确的有写,就是2022年,你只要是满足这个,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两个条件,任意一个条件就可以,但是21年呢,他这边目前还是没有非常明确,所以有的人可能觉得呢,可能他是,呃,没有满足两个条件,所以申请不了,所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21年,雇主如果说,呃,他,他在IRS的条例上面就专门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,就是如果说他,呃,在疫情期间有这个,呃,有一部分的这个暂停,或者说全部暂停他的这个,这个业务,那他就是,呃,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申请, 或者说你的营业额出现了下降,那你就是可以申请,呃,那一般的话,现在IRS尽量的把这个门槛呢,降到最低,就是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这个中小商家可以申请这个ELC,那所以,呃,我们可以看到,像他现在,就是只要说是你,呃,有,超过10%的这个地方,呃,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是像你,呃,关停的这边,超过10%,那你就是可以算,算做就是可以申请的这个条件, 那还有很多,呃,这个中小企业的商家呢,他就在,在琢磨就是说我之前申请过这个PVP,那我之后还能不能这个申请ELC,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IRS官网上面就明确的有这个一条,关于这个你申请的PVP,到底还能不能申请ELC,呃,有的人他就是,他是把所有的PVP都用在发工资上面,他是觉得可能这个不太符合他,但其实呢,这个ELC可以把,呃,你发过公司的这一段的PVP这一块,可以去,就是去剪掉他的这一部分,这样的话,你剩下拿到的 这一部分都是,呃,符合这个申请的要求的,我们之前也接触过一些,呃,就是中小型,呃,这个企业的商家,呃,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,呃,有一个企业主,他自己是,主要是在开工厂,然后他工厂是在纽约,新泽西,呃,宾州,加州都有这个分店,然后他自己也是,因为有一些条例,他觉得有点, 不太确定能不能申请,然后包括他,PVP当时领了一百多万,所以他就在考虑,就是要不要去申请,呃,但是后来我们给他做过,就是计算下来的话,他下来还是可以申请到两百多万,所以我们就,还是就是鼓励申请,然后现在也拿到这个check,所以,呃,所以你只要是符合标准的,那就,呃,尽量的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,就是提交你的申请。这个问题呢,就问得非常好,也是我们之前遇到很多这个企业主的这个,呃,小企业主的问题,呃,像一般情况下,如果说你确实是在2020和2021, 2021年期间有给员工发了这个W2的这个,呃,工资报税,那你就算说关了店,你只要保留你的这个银行账户是开开的,那就还是可以申请,因为他到时候给你寄这个,联邦给你寄的这个,呃,支票,他上面写的肯定是你的这个公司的名字,不会说是去随意的去更改到你个人或者怎么样,所以说,呃,这种情况下的话,还是可以申请,但是你要保留你的公司账户。那这种情况下呢,就是有可能,就是audit你的,呃,但是前提条件是,你如果申请的是按照你的营业额下降,那有的时候政府可能就会,呃,就会,呃,就会,呃, 就是说他会,呃,觉得你的材料可能提供的没有很,呃,很充足,所以他会去,呃,去audit你看一下,审计一下你的材料,呃,到底2019年和2022年年的这个营业差别到底有多大,呃,这个是他会audit的点,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中小企业的商家,哈,你是如果说提交的是按照政府的限定去提交,那这种情况下,说实话就,呃,他没有必要再去,呃,去audit你。 有的人可能在问这个到底这个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,那我们就可以先,呃,其实他官网上没有明确的说他的这个截止日期,正常的941的截止日期是你这个季度结束后的30天,那1而7的截止的日期呢,就是这个30天后的这个三年,呃,所以说呢,从2023年7月31号开始,那等于说你就是,呃,你就是在从这个时间开始,你隔一个季度你就会少,呃,少申请一个check,对,直到这个项目完全结束。 那有的人在问,就是有,像ERC申请完了以后,他的步骤是什么,就是我是不是,呃,这个钱的用处是什么,有没有什么规定,然后,呃,我拿到了这个check以后,需不需要报税,那这一块的话,呃,这个明确的要跟大家讲一下,就是拿到这个ERC的check,你需要报税的,要加到你,呃,2020年和2021年对应的,就是拿到这个check对应的这个季度里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,呃,观看,然后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,呃,雇主能受到,呃,因为这个视频受益,呃,希望大家没有申请的,这个协助的话,有任何的ERC相关的问题,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,呃,视频里面的这个联系电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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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